我跟你講這隻狗,我告訴你 你們看到一次就算賺一次 看一次少一次 牠每天早上醒來 都是賺到的 好不好 小四哥有想過置辦外匯車嗎? 有考慮進嗎? 欸有兩個人問耶 昨天有一位台南的同業的好朋友 剛好上來台北辦事情 那有來跟我聊天 因為他上來看一下這個 處理一些辦外匯車的事情 那也有在跟我討論這個 因為外匯車現在太 我覺得太多太亂了 我覺得最主要除了 我們財富不夠以外 我們的錢不夠 因為外匯車你想想看 一台車100萬就好了 你的展場有20台在銷售 那你可能有10台已經賣掉在等著交車 然後你可能還有10台在船上面 等著要進來台灣 然後呢還有10台呢 已經在美國買好了 剛要辦這個出關 所以這10、20 就30、40、50 這50台就5000萬了 不是我們這種沒錢的人可以玩的啦 我們這個窮虎人家也沒有上來 好不容易到現在可以安定的過一下日子 所以我覺得過得去就好了啦 我們沒有要把全部的錢都賺完 也賺不完好不好 阿員工大家都過得去 阿我們都過得去就OK了 其實這個我就用這個去講就好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沒有錢啦 那第二個是說我覺得 我昨天跟台南的同業齁 也是這樣講 我覺得我現在如果賣一些 除了我自己愛玩齁 買的一些奇奇怪怪的車以外 其實大部分我店裡面的車都 我都覺得不屬於奢侈品 都是為了要提供 開車的人最低的需求 因應而生的這些產品 所以我希望說賣出去你們開的沒有問題 然後幫助你的人生 有存到錢 換更好的車 換新車 不來跟我買沒關係你去換新車都OK 有幫助到你 不要說買一台車 因為我以前就是出社會買一台二手車 被騙 我覺得我一個月三萬八 阿我貸 我講過了齁 貸款一個月繳六千多 然後繳一些稅金油錢我覺得還OK 油錢那時候公司還要補助一點點 我覺得OK阿我養得起 結果沒有算到 我買到一台爛車回來以後 我一直修一直修 結果我花在上面的修車錢 造成什麼 我卡都差不多刷爆了 然後我每個月三萬八 不夠 最後只能把車賣掉 阿車賣掉貸款又不夠錢還 所以因為這樣我做二手車的那一天起 我就覺得說 我們賣給人家一台二手車是在幫助人家 我覺得這不是洗腦喔 這不是在洗腦自己喔 有些公司在賣產品有沒有 會洗腦自己的銷售員說 喔我們公司的東西是最棒的 喔 早上開早會有沒有 誰是最強的 喔 然後業績頒獎 欸 第一名是 泰山 哇 我跟你講泰山 哇泰山這個月賣了幾百台 哇泰山又是業績王了 泰山出來了 我跟你講 你早上叫我起床的 不是鬧鐘 是夢想 當我看到客人 我聽到的不是他說話的聲音 我聽到的是全嗆嗆作響的聲音 超級業務員 沒有啦就是我們在賣東西 其實我覺得真心的是覺得 你既然要買一台比如說 喜美 那我就給你市面上最安全的喜美 所謂的安全 並不是他氣囊很多那種安全 而是 保障你荷包安全的喜美 喔對啊我那時候修車一樣啊 一樣被虎一樣被騙啊 好除了車爛以外去修 修理廠看你菜 就跟你講 喔你這整組都要換掉 我跟你說 小時候我還說你這既然要換喔 你就要換那個進口 瑪麗可以加3P有沒有 好啦 整組穿穿的換下去 紀念就打贏了 都換下去 就一直開一直開一直開 修理廠也洗 換輪胎也洗 定位的也洗 裝音響也洗 齁 你每個都被人家洗 彷彿我就是媽 社會最底層 你知道嗎 我走到哪裡 大家都在賺我的錢 原來大家看到我的人 不是看到人 是看到錢 所以我那時候就被洗一輪 所以我覺得出社會 我給你一個代步車 然後不要讓你這樣的 花錢 再來我店裡面如果大家有發現 我也媽的 我今天就不保留了啦 好不好 我就跟你講了 我希望我鎖定在 出社會的第一台車 新鮮人 我的車種上面大部分 是在服務社會的新鮮人 然後呢 廠上的產品 希望能對應到他的第二次換車 他如果第一次跟小吃汽車買車 他有很愉快的體驗 然後他的車也真的開得很好 當他生活進階的時候 需要一點便宜的休旅車 或是他想要再開稍微Level高一點 進口的 好照顧一點 可能比國產車安全一點 高級一點 欸 我對應到第二次你的換車 但是第三次以後 甚至 你的人生又進階到你要換新車了 你要換雙B了 可能我這邊就沒有 我就只能祝福你了 好不好 我覺得要把課程鎖定啦 沒有那麼多錢 也沒有那麼多地方放那麼多車 我現在有100多台車啦 我每天有90%的人問我 問與答裡面啦 都是我沒有的車 所以我每天在回 我每天花3至5個小時 回答這些訊息跟問題 裡面有9成 是沒效的啦 甚至有時候是幫忙的啦 你看好像昨天晚上半夜 有一個網友問我一台說 小石哥我一台車要賣喔 那我看了一下 他給我的年份數字 那個車剩十幾萬的車而已 我就不講什麼車了好不好 保護當事人 他說小石哥我這車要賣了 結果呢 他打出一大堆的 保養清單 改裝清單 他那個車齁 我光看他那個清單出來 他至少花20萬以上在這台車上 可是我說 可是 這些車 這個車他就是剩十幾萬 啊你賣個車上就剩十幾萬 我說你要不要自售 我覺得你如果真的要賣掉 你自售可能會比較划算 因為自售的人 你不要透過車商 他可以更高跟你買 如果 遇到博樂的話 對不對 他欣賞了改裝品 那他可以更高跟你買 他說小石哥不滿你說齁 我的戶頭只剩下五十七塊錢 我說啊是怎麼剩成這樣 反正他就講了很多 投資失敗啊 什麼 可能被騙錢啊 什麼我不知道 反正到最後就是 我昨天大概花了半個小時的時間齁 在開示他這個人生的道理 我說啊你可以先找朋友 印一下幾啊 我再評估一下他的收入支出 我說欸 其實賣車不是你一定要走的路啊 你先跟朋友 印一下幾 渡一下難關 他說啊他不想跟朋友借 我說那跟家人稍微借一下 因為我覺得你不是那種欠的很多 還不完的狀況 你只是撐一下而已 一段時間撐過就好了 你這樣子賤賣掉車子 爽到下一個人 對不對 我說那到最後你就啊 爸爸媽媽可以嗎 那你就去找爸爸媽媽 我不想被老人家齁 擔心 我說那我什麼擔心不擔心呢 你給他借三萬 你要給他六萬 他就不會擔心啊 他會很開心耶 對不對 你跟他借五萬 你還他五十萬 他不會擔心他會很開心 反正我就是 有很多的時間都在處理這些東西啦 沒有結果我就叫他回去找家裡 他就一直不要 我說啊那個 最終能幫你的人 就是家人 對啊那個沒有什麼好講 我用過來人的身分去 去建議他 因為他欠的不是什麼很大條 他就是度過一段時間而已 我覺得OK啊 如果很大條 賣車也沒用啊 因為我很能體會 我常跟大家分享 我在這行二十年的時間 有十九年是 不賺錢甚至賠錢的 甚至過得很困苦的 沒有通常看說 哇小師現在賣得好像很好 我跟你講沒有這半年還過得去而已 前面的十九年都很慘 哈哈哈哈哈哈 這八年都每個月 都在想辦法看能不能打貨開銷 那時候我老婆在幫我做會計 快到月底 我問他的第一句話就是 啊開銷到底過了沒 我真的不怕大家知道 也不怕大家笑 開個店就是這麼困難 不可能賺十九年的啦 因為這一年齁 要先還掉這十九年欠的啦 那我也遇過那種真的租房子 租到回家 發現你的門上面被貼了 粉紅色的單子 要停水了 沒錢吃飯的那種日子 挖租公的日子 所以我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不是說 醫老賣老 就是說 我們是真的有度過這樣的 的時期 那我也是跟他 那時候我也是跟他一樣 我們就是怕 怕這個 家人擔心啊 或者是沒有面子跟朋友借啊 可是其實 到現在以我現在的年紀想一想 我也跟你講 我說其實我現在也常常在跟朋友借錢 啊小思哥怎麼可能 你那個公司車那麼多 公司那麼大怎麼可能還在借錢 我說有啊 趕不過來就要掉了啊 九出十三歸也要掉啊 你要跟朋友掉錢 按簡單嘛 你掉了錢 你跟人家講三天要還人家 你就要還人家 而且還要多還嘛 啊我們就是守信用而已啊 我們就是培養自己的信用 已經培養了幾十年了 一通電話要弄個三百五百難道沒有嗎 對不對 我說三百塊五百塊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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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慢慢的齁 其實有時候會覺得 其實錢這種東西真的 它不是 它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它 它是需要的 前提之下就是 你不要有慾望就沒事了 你慾望太高 你賺再多也沒有用 真的啦 一樣都不夠啦 對不對 所以我當初出來做生意 是利用自己多年來 辛辛苦苦 努力存了三十萬 再加上爸爸給我的兩千七百萬 呵呵呵呵呵 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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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兩千八 沒有兩千七百萬的爸爸 沒有沒有 開玩笑的啦 反正就是齁 大家辛辛苦苦 我覺得每個行業 努力做OK 我講齁 其實我直播齁 蠻多 同業蠻多 修理廠的 朋友在看 我覺得說 很多人問我說 小資哥你 因為我現在沒有辦法 外接這個 車子的 很多人問我說 欸小資哥我想整理車 我想翻 翻新車 我想要去你那邊保養車 那因為我們做不出來 那我也不敢多請人 所以我們可能最近要去找一些 如果大家齁 周遭有知道啊 或者是有同業的在看我的影片啊 我在這邊可以跟大家呼籲一下 其實我想找很多的廠商 大家一起來配合 包含修理廠啊 烤漆廠啊 烤漆廠啊 包含 呃 anyway 反正就是 中古車用得到這些廠 對不對 我們來做一個這個汽車層 沒有啦 沒有那麼大 不好意思 就是我們一個產業 一個車行 延伸出很多的汽修 汽車配件 然後等等等等 那如果說有興趣的 都可以 這個私訊粉絲也跟我們 聯絡這樣子 阿目前尤其是修配廠比較 比較缺啦 因為車真的 我們自己這邊真的做不出來 可是修配廠我坦白講齁 我們 我本身我看的不是 修理的錢 費用要多便宜 而是人啊 對啊 人要手信用 人不手信用就沒有用 因為很多人要我介紹修理廠 我都不介紹 因為我常講一句話 我跟這個修理廠的老闆 談得來不代表 我介紹你去你也談得來 這個是不一樣的 喔對啊 有很多朋友說 小師你不是都沒在上通告 怎麼上次還去上電視 啊 而且還提早一天去 我這個人比較重感情 因為當初 那個是那個 盈婷嘛 盈婷的節目 那當初我第一次被 就是第一次被請去上節目 是盈婷節目 所以我就 他找我就會比較 不好意思拒絕 那其他基本上都 都跟他說我暫時不接了 這樣對啊 所以我其實就是 比較重感情一點 人家找我們 一開始 那讓我們 陸續其他台都找我們 讓我們有個機會 在螢光幕前面 我也覺得算是 恩人的一種 啊因為我看有一些朋友 會留言說 啊那你還去什麼什麼 你不是說不錄影了 啊 就像我那個歌啦 有沒有 有沒有 現代阿 納智傑 我不要有沒有 你要說 欸小四啊你哪有愛死 不是不賣現代 啊不是不愛賣 啊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歌曲是一個效果 娛樂大家 而且第二點 現代我也只有唱一次而已 好不好 又不是唱兩次 呵呵呵呵呵呵 啊沒有啦 啊現代愛死 我本來就一直都有在賣的 對啊 啊也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不去啦 啊不去就是我講 因為基本上有時候 一弄半天的時間 然後我們說的時間也有限 然後通告費就固定這樣 反正就是通告費都一樣啦 哎呀啊我們不需要曝光啦 因為我又沒有接一些 新車的公司的一些 廣告跟試車嘛 所以我們不需要 給新車品牌公司 知道說我們好像有 固定都出現在電視上 我們還有一點人氣 所以欸下次要給我試車 我也不用這樣啊 所以我就自由人 那個自由人事嘛 然後那天啊 我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些案例 齁 跟著這一個禮拜來 網友分享的問題 好不好 我上個禮拜遇到了 三起 調表的案例 第一起是 喔他很屌喔 然後小師哥 我中午剛交車 然後這個我現在 他下午傳給我 說我上網查 我看到你的影片上網查 發現表被調過了 好像我看好像14萬變6萬吧 我有點忘記了 因為上個禮拜有三個調表的案例 他就問我怎麼辦 然後 我說合約有沒有寫 那他合約有給我 那他合約傳給我 就是那種 我常常在講 文具店就買得到的那種 字式合約 那我說我不確定有沒有用 那不然你首先你的第一步 你先找消保官試一試 好你先跟店家反應 然後找 再來他不理你 那你就找消保官試一試 好然後他就照著我話說 後來他有回報 小師哥我有跟他聯繫 然後我有跟他說我要找消保官 那他就有退他錢了 我不知道詳細是他給他退車還是賠他錢 這個我不曉得 那他們的事情 反正他覺得他有解決了 然後第二個案例是 代表的 他說他要A車 結果後來塞給他B車 大概就是類似這樣 本來說 比如說本來要買Artist 然後最後呢 給他一台Elantra 之類的 反正就是 我覺得那個都是合約沒有 你代表的合約沒有寫得很清楚 你要記得 我今天不是說 所有代表都是壞的 不能去代表 但是你記得 你請他委託他去代表的合約 一定要很清楚 你不能讓他有 隨便換你車 或是隨便 推給你一台車 塞給你一台車的那個機會 你一定要很清楚 SWIFT二手車怎麼 有時候車子保值不保值 就牽涉到市場接受度高不高 妥善率高不高 他妥善率高 喜歡的人多 他市場就保值 所以那個沒有人在控制的 車子保值就是市場反應 好不好 我的粉絲頁 常常會有講說 什麼車剩60幾萬 什麼車剩30幾萬 幾年的 然後下面通常都會有很多人 在下面留言說 喔好保值喔 喔好保值喔 我跟你講啦 那不是我訂的啦 我不知道那個是酸 還是說 他只是討論 我不知道啦 因為文字上面我看不出來啦 只是我覺得說 你不要講得好像 我賣得很貴嘛 不是啊 靠要 你SWIFT啦 他一台賣我8萬 我也是賣你10萬啦 這就是市場價值嘛 如果8萬車主要賣我 我賣你10萬OK啊 問題是 我就是要20萬30萬才買得到 啊我當然賣30幾20幾啊 啊就這樣啊 很簡單啊 啊你去跟我說 喔好保值喔 啊我有辦法 啊我也希望馬沙拉蒂剩3萬啊 當然大家都來買馬沙拉蒂開 對不對 3萬泰山你買不買馬沙拉蒂 你看馬上買啊 你看50萬他會想 3萬他不會想 啊所以我也不知道啊 啊我跟你講啦 馬沙拉蒂如果3萬買得到齁 大家一直搶搶搶搶 一直飆飆飆飆 也是飆到100多啦 3萬我OK 喔 我4萬我4萬 我5萬我8萬我8萬 8萬馬沙拉蒂我賣 啊我10萬我10萬 喊到最後也是100多 這就是市場 空田車系3500PV6引擎的優缺點 沒有什麼優缺點啊 缺點就耗油啊 啊他就是很穩定的那台車啊 沒有特別快啊 但是他就很安靜啊 他裝在Lazos啊 Toyota啊 Camry啊 很多車都有裝3500的引擎 從以前的AVALON那時候 一直用用用到現在 那引擎穩定性很高啊 注意水路啊 水路太久的話 水路要注意啊 欸太久了啦 我再換一個角度想 我也常遇到一個狀況 人家問說 欸小師哥我的車齁幾年的 剩多少錢 然後我們跟他報 剩70萬說 喔 我這百二萬耶 現在剩70萬 你是對嗎 不對 欸翻臉 真的翻臉 齁啊你來買的時候 蛤 啊這車三年還要70萬喔 你懂意思嗎 我們每天都在吸收這種負能量 呵呵呵 我每天都在吸收這種負能量 你要嗎 跟人家搜人家說 喔 喔我這車 喔我這高級車耶 喔我要百二萬 喔現在剩70萬 哇哇 你是對嗎 太黑心了吧 我跟你講 等到他外面估三個都六十幾萬 他就知道原來 我估的算高了 啊如果他來買的時候 你要媽每台他都嫌貴啦 我跟你講 每台他都嫌貴啦 沒有一台覺得便宜的 翻臉的很多啦 他覺得他自己的東西 非常的有價值 我用非常有價值喔 不是他那麼有價值你留著嘛 你幹嘛賣 你當船家寶繼續船啊 對不對 你來問我價值 我反應市場的行情給你 有時候有人這樣講完我就說 喔啊我這個70萬齁 是給你參考啦 但是你要賣我我不收啦 沒有我覺得大家是互相的嘛 你 你給我這種很沒有禮貌的反應 那我只好跟你講 就算你六十萬賣我 我也不會收 因為這個車我沒有興趣 不是啊買賣不就這樣嗎 我七十萬要跟你買 那你不想賣你覺得太便宜 你就不要賣 不要在那邊乾乾叫 你在乾什麼 那像比如說啦 我們 我在做這樣 我也會常常接收到那個客人的訊息 我坦白話講 我也會收到有時候會收到喔 小師哥 你們的那個 某某某服務人員態度好差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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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一個老實話喔 這個我 不是很願意講 但我今天第一次講這個事情 我今天我如果 泰山 泰山遇到100個客人 只有一個客人跟我講說 泰山的服務很差 你覺得 是那個 泰山的問題 還是 你這一個人的問題 還是其他99個都有問題 以前吼 我有一種朋友 他一直在換工作 一直在換工作 然後你每次見到他 他又換了一個工作 又做不一樣的 欸啊你現在怎樣 你賣 那個手機殼 你之前不是在 賣眼鏡嗎 我說喔 我告訴你 那公司不能待 老闆機車 同事 裡面都黃清國氣 我說喔 你過沒多久 你說欸 你上次不是在賣手機殼 你現在怎麼賣 又在賣零股塔了 我告訴你 那手機殼 那賣造理 我告訴你 裡面有個同事 有什麼 媽的 常遲到的啦 有的人 很難到的 我跟你講 問他的每個工作 他的每個同事 都好難相處 所以他換工作 每個老闆都好爛喔 所以他又換工作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就有這種朋友 很多 好幾個 他就一直換工作 每次你問他 他都是別人的問題 他從來沒有說 我自己太雞巴了 我就難相處 我就是他媽的 好吃懶做 他絕對不會這樣講 沒有人會檢討自己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自己有時候也會這樣 我能夠 所以我不會說 接收到什麼訊息 第一個時間 我就去罵我的員工 我會覺得 我會想一下 講難聽一點 我也覺得我很好相處 至少大部分 來跟我們有 接觸到的 客人 朋友 都覺得我們還不錯 大部分的人都這樣 那我如果今天遇到你 我狠狠 我也不想理你 你人雞巴 我為什麼要跟你講 我 媽的你態度沒有多好 我態度為什麼要好 我是他媽 我是賣車 我不是他媽的賣銀的 酒店小姐都能挑客人 我不能挑客人 有人說 酒店小姐不能挑客人 酒店小姐不可以挑 酒店小姐怎麼不可以挑 欸 泰山 那個3號 那個王董 在303包廂 他又來找你 啊 泰山就 啊不要 客人 毛手毛腳 每次都摸人家胸部 我不要 我不要 媽媽桑 你去跟他講我不要 對不對 媽媽桑就去303跟王董講 啊 不好意思 我們泰山今天 因為這個身體不舒服 他沒來 要不然 不好意思 那個王董 我們泰山今天有人匡了 不好意思 可能 要不要我們有別的也不錯 為什麼不能挑 酒店小姐都可以挑了 我不能挑客人 我每個來的媽的都要的媽跟狗一樣 舔鞋子這樣 欸 我是賣車欸 跟同事主管買了8年跑3萬的artist 該注意什麼 才跑3萬欸 那個 8年2012年 就檢查一下那個 耗材 皮帶 啊那個發電機電壓去量一下 啊水路要看一下裡面有沒有生生 有沒有太屌欸 因為8年跑3萬齁 他大部分的時間 水都沒在動 沒在流動 怕生生太屌欸 生生太屌欸 你就會抓溫度了 15年的老車建議可以換到10W40好不好 建議啦 建議啦 我先講啦 因為這個問題昨天才 我收到失訊 那我知道也是我們老粉絲 傳這個訊息給我 啊他沒有惡意 我知道他沒有惡意好不好 他他的內容是說小事哥 我覺得我想要幫這個韓國車平反一下 說其實韓國車沒有你講的這麼爛 齁 我自己開Elan Tra 啊我看我講出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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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啦 反正就是他自己也開Elan Tra 對不對 他覺得說他想要平反一下 他覺得他開起來他很喜歡 啊他 他覺得這車沒什麼不好 然後小事哥你是不是可以拍一下這個韓國車的影片來分享 一天我有太多訊息要回 我可能只有回他感恩而已 啊我是真的感恩嘛 謝謝我們的影片 對不對 還給我們建議 但是我是講真的實在話 我在這邊重生 就是說 你知道我從 我出社會啊 聽到現在的一句話是什麼 我跟你講啦 人家韓國車現在已經很進步了啦 人家韓國車你看 還有韓國車有跟賓士合作的啦 齁 啊你看那個我那時候什麼Rui 齁 還有什麼雷剛殺 喔人家你看 那個人家韓國車就有雙鞍什麼 啊你看現在的車都沒有鞍 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就聽人家講說 韓國車人家現在已經很進步了 我告訴你喔 我聽到現在我四十幾了 這句話還在講 還在講韓國車人家現在已經很進步了 我什麼都不要講 我講一句話就好了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過 你現在 你看得到 2007年 2006年 2005年的CRV在路上跑來跑去 你看得到Severling在路上跑來跑去 對不對 你看得到Artis 2005 2003 Carola 1996年 在路上跑來跑去 請問一下 圖上去哪裡了 齁你以前那些所謂的韓國車 比如說 Matrix你路上又看了幾台 Gate你路上又看到剩幾台 以前它是什麼XG 有沒有XG Eurostar 我跟你講Eurostar不算很舊的車 它也是在2005 2006 很多這些車都跑去哪裡了 為什麼路上人家日本車還在用 那些韓國車在路上越來越看不到 為什麼 啊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不知道也許開韓國車的人比較有錢 所以他們都換雙B就直接報廢了 沒有講了啦 我們沒有在賣車的 齁 我開這個圖上開到現在 我要換新車 我就是直接報廢 我沒有在賣二手車行的 我都直接報廢 一個就是看韓國車的人都很有錢 對不對 它直接賣掉 啊它就換新車 它直接報廢掉就換新車了 所以我才覺得說 我從小到大聽人家講 欸人家韓國現在很進步了耶 人家韓國車現在很棒了耶 啊可是 我還是再講一遍齁 我知道那個粉絲是好意 那我覺得說 你買到一個自己喜歡的東西 你覺得很棒 我也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只是說 我本身比較主觀的認知 不接受 比較不能夠接受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 啊跟它好或爛其實我不知道 所以其實曾經有人問過一句話說 小師哥現在的韓國車真的你說那麼爛嗎 真的不能買嗎 我說我不知道喔 他搞不好現在很棒 但是因為我都沒有在買賣這韓國車 所以我不知道 他好還是不好 也許他很好 但是我不知道 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不是在說他很爛 我是在說 我不知道 我只會回答 我不知道 也許他很棒 只是我沒有去接觸 好不好 對不對 那時候人家講 喔我跟你講不會啦 你看人家Matisse 現在哇你看台塑都代理了 對不對 有台灣人的代理 哇王永慶耶 王永慶耶 喔還不快買爆 結果勒 那車跑去哪了 Matisse勒 大家都知道Matisse有出到201幾年 阿Matisse勒 阿台塑的那個 汽車勒 抽獎 阿台塑 我們現在這次要抽的 我準備一下 要抽上次那個叫什麼 魯龍阿 現代阿 那個魯龍阿送的東西 來 今天抽這個 上次那個花74萬 喔不是啦 沒有花啦 你不要把人家講花好不好 沒有花 Dolive阿 Dolive阿 魯龍阿 Dolive阿 還有兩個這個 魯龍阿的 口罩套 上次影片的獎品 Leave影片的獎品 好我要開一下抽獎阿 好不好 我們這次要抽這個分享 所以我們就抓這個分享 欸 上次那個進化論的膠條的那個 抽獎阿 還沒有人領耶 阿抽大家都很開心的參加 阿真的抽到你的布萊麗 你們是自在參加 不在得獎這樣喔 幹那下次我都用假的 獎品就好了阿 好啦 現在抽 兩個口罩套 齁 抽了喔 來 江家豪 還有 蘇士楊 恭喜得獎 兩個口罩套 然後 抽一個 Dolive阿 吼 Dolive阿 抽 U-MING 恭喜 這次只有三位得主 好不好 欸 歡迎回到現場 齁 剛剛 兩名 口罩套 尼桑口罩套 好不好 這蘇士楊講真的我覺得蠻有質感的 這蘇士楊滿有質感的 恭喜 阿要來領獎喔 你們要自己私訊粉絲頁好不好 粉絲頁沒辦法私訊你們 好啦大家晚安阿 大家晚安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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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